从文法加亚历山大 我学习了避免挑剔别人的错 别人谈吐中用了出笔的字眼 或不合文法或发音错误 都不要公然指责 要在回答的时候 巧妙的正确的使用那个词句 或是作为同意他的意见 而重复使用一次那个词句 或是作为共同研究那一件事 而不是推敲某一个字 或是采用其他的委婉 而不伤闻的方法来提醒他 从弗朗图 我注意到一个暴君所惯有的猜忌 狡诈与虚伪 并且一般讲来 我们所谓贵族阶级 都缺乏慈爱的天性 从柏拉图主义者 亚历山大 我学习到 在不必要时 不可常对任何人说 或在信里说 我太忙了 也不可以此为借口 而逃避我们对人应尽的义务 从卡特斯勒 我学习到 一个朋友 若是对你有怨言 纵然是无理取闹 亦不可忽视 要使他回复贫苏的友谊 提起别人的师长 要怀有忠心的敬意 就像 Domiteus当年提起 Anthodotus那样 看见别人的孩子时 由衷地喜爱 从我的兄弟 塞弗勒斯 我学习到 对家庭的爱 对真理的爱 对公道的爱 并且多亏了他 得以结识 Strati Heolvidus Canto Dion Brutus 我从他学习到 所谓一个国家 即是根据个人平等 与言论自由 以制定一套法律 适用于所有的人 所谓君主 其最高理想 乃是人民的自由 我从他还学习到 对于哲学 能坚定不移地 加以尊重 随时帮助别人 热心施舍 保持乐观 信任朋友的算意 有人前来请义 他是绝对的 坦白直言 他知所好所悟 他的朋友们无需猜测 他说的明明白白 从马克西莫斯 我学习到自治和励志坚定 在病中 以及在其他一切情况中 保持愉快的心境 要有一个严肃 与和蔼妥为配合的性格 做点什么事情 不要出口怨言 他使得人人都相信 他是心口如意 他无论做什么事 都非出自恶意 他欲视不欢 临视不惧 从容不迫 但意不拖延 从不守足失措 从不沮丧 从不强作笑容 更从不发脾气或猜疑 他为善不倦 慈悲为怀 诚实无期 他给人一个印象 他是一个 根本不会 旁出邪义的人 也不是一个 被强纳入正轨的人 在他面前 没有人会觉得 自己被他藐视 甚至会觉得 自己比他还强 在适当范围内 他和人谈笑风生 他和人谈笑风生